《羊》 接著羊 羊就是我們說的羊和吉羊 即是吉祥 羊和祥是相通 羽耳吉祥 這三隻羊 三個羊啟態 這裏 三個羊 又叫做三個啟態 這羊擔著什麼 擔著羽耳 就羽耳什麼 羽耳吉祥 很容易 你出來講就行了 現在 還有一樣 香港很少見就是老虎 老虎是惡 王者之風 很少見 但也有的 老虎 還有綠 綠代表綠衛 著綠這個意思 這裏 綠代表和 綠代表綠衛的意思 這裏代表綠衛的意思 三隻綠 這裏是大夫弟 大夫弟 馬就簡單 馬到功成 萬馬奔騰 見過一馬沒有 你經常去的 一定去的 大夫弟 去過沒有 見過沒有 未拆的 還在這裏 這個是錦田的 二弟書院 有沒有見過 這個二見一見一見一見 這個是四馬 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 是指六 迷馬 這個故事 這個後宮廁 從哪裏來 我經常帶來旅行 你帶來吃到桃花六 任食那裏 永遠不會入這間 池塘 可以去桃桃特品廠 那裏 特品像 像是一樣 吉祥 吉祥的意思 太平有像的意思 這裏有些綠色的 就是萬象更生 這個意思 這個象 看到這個象嗎 看到嗎 還有小象 這裡 這裡是哪裏 這裡是重嶺等公尺 去過沒有 沒去過 在上面放了一條花 叫做萬象更生 萬象更生 這個 通常就是我們做這件事 萬象更生 接著呢 大萬象很大隻 接著就是馬套 看到馬套 這就是馬套 這就是蜜蜂 蜜蜂 蜜蜂就代表蜂 蜜蜂叫喉 特別叫蜂喉 做官長叫蜂喉 蜂喉 蜂喉拜上蜂喉 這個叫蜂喉 如果騎這隻馬 就是馬上蜂喉 當然就是馬上蜂喉 吃完那些糖 吃八力滋不飲水 馬上蜂喉 這些 好 很多 這些蜂樹 都是蜂喉 都是蜂喉 豬完肉潤 這是豬 豬 豬 我們家庭是怎樣寫的 一間屋頂 一間屋頂 家庭一定有豬 豬很有用途 豬有加肥屋潤的意思 很多豬 很多豬 很像這隻豬 很像這隻豬 我們見過沒有 去過沒有 見過 看圖 下次我去長洲帶你去看 好 那吉祥圖案沒有甚麼所謂 總之你認為是好的 你可以擺上去 譬如這個太行的民事宗辭 他建了幾年 所以他擺了一隻狗 狗是否吉祥物 嘩 這些狗 坐嬰兒 不是坐嬰兒 坐嬰兒車 見過嗎 看過嬰兒車 有時裝 有婚姻介紹所 很厲害 這是狗 這是狗 好 最重要的是老鼠 以前我們沒有留意的 老鼠 老鼠呢 我們講十二生肖 子醜人貌 甚至未生出海 子是代表甚麼 老鼠 今年甚麼年 醜年 牛年 明年 苦 人 人 子醜人貌 老鼠呢 因為它是十二生肖排第一 好 第二 老鼠一年生很多鬥 一鬥生很多隻 代表甚麼 代表子自多 香港人最重要的是生兒子多 沒有說生女 是說生兒子多 生兒子多 老鼠就成為了 代表子孫 老鼠不夠 為甚麼加多菩提子 一抽二鬥 老鼠急來 還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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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甚麼意思 老鼠因為不漂亮 有些地方把老鼠未加粗 就知道甚麼 它叫蟲鼠 蟲是代表長壽 又長壽又多仔 好嗎 當然好 但有些地方 終於圓著做老鼠未出來 剛才是偷甚麼 剛才是吃菩提子 這個呢 吃甚麼 吃土 土 這是土 這是土 為甚麼代表甚麼 多子和長壽 大夫帝 有去的 大夫帝 這很漂亮 有毛 有沒有見過 又是大夫帝 有毛的 有毛菩提子 是 這張很漂亮 這是大蟲鼠 擔高個頭 咬一般 這個就烏下身 飛去 這個就看不飲 吃不到 是否很漂亮 很漂亮 這個 這個潘屋 很山洞 很山洞 跟蝴蝶 我們小時候 無論是男女 也有梳兩個雞 摘兩個雞 叫做鴉雞 一到十五歲 女生就開始 就是甚麼 所謂大雞 就插一雞 所謂及雞之年 男生就開始 戴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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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帽子 戴帽子 十五歲 三十呢 四十呢 五十呢 六十 花甲 七十呢 古希 八九十呢 不知道 就叫做 霧蝶之年 霧蝶之年 我們用普通話說 貓笛之年 貓笛 貓和蝴蝶 貓笛之年 所以見到貓和蝴蝶 就代表 是八十九十歲 貓笛之年 貓 貓 就霧 貓 蝶就是蝶 這隻很漂亮的波斯貓 蝴蝶 這個就是霧蝶之年 霧蝶 霧蝶 好了 華藏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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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搬出 深淵堡 所以沒有了 我看到蝴蝶 蝴蝶 蝴蝶代表幾歲 九十歲 好嗎 好 七十歲 貓 看到蝴蝶 開始看到蝴蝶 好了 看到蝴蝶 貓 這個蝴蝶 好了 就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動物 這個蝴蝶 這隻是金蝶 蝶蝶 青蛙是四隻腳 蝶蝶是三隻腳 金蝶套蝶 這個 我們看到貓 蝶 金蝶套蝶 很多東西 這裡很多 代表吉祥的意思 為什麼金蝶呢 因為它是一種會套錢的 你按一下它 它就套錢 這樣就套錢 提款機來的 這個是流海 流海是甚麼 金蝶踩蝶 一踩一踩 多個大餅 好嗎 當然是好 這隻 金蝶 金蝶 這裡 組不是很盡 也在這裏 天理 然後也是金蝶套蝶 其實就是這樣 這隻腳 這是金蝶 通常是擔天蝶 金蝶 好了 ¡Oda! 青蛙這個是四隻腳 去過尾道 平洲天后廟 平洲天后廟 看到青蛙是否只有腳 前面兩隻 後面兩隻 前面兩隻 後面兩隻 你不要當我田雞 青蛙 今次說後面只有一隻腳 青蛙後面兩隻腳 加起來四隻腳 這是青蛙 青蛙代表平靜 另外一樣 青蛙在舊時 因為牠生了很多科豆 生了很多豆 也代表紫字 這個就是青蛙 好了 青蛙 這裡還有一隻甲蟲 我們叫做紡織糧 紡織糧 我們叫做麗仙 紡織糧就是一年生了很多蛋 代表紫字 代表紫字 這個 這個就是淑影孫室 OK 好了 看到青蛙嗎 來吧 還有青蛙 好了 有時也會把青蛙做吉祥物 因為上面有個天台 下雨時水會流下來 於是因為有個洞 水會流下來 這個洞的位置有個名字 大家說應該懂了 就叫什麼呢 叫散水 散水 在上面叫散水 下面叫坑渠 記得上面叫散水 下面叫坑渠 好了 如果這樣 有個洞 下雨時水會流下來 很適合 很適合 很紅 於是做青蛙 讓它噴出去 噴出去 讓它沒有留在牆上 沒有狠 又漂亮 又是一種長水的意思 這個就是 魚叫魚漏 蛙叫什麼漏 蛙漏 就是這樣 這樣解釋了 好了 雞 通常是雞 這是公雞 公雞 我們普通話說 大雞 大隻 吉 大吉 另外公雞會叫 公雞會叫 公鳴 公鳴 加上貿單代表富貴 現在做的是什麼 叫公鳴富貴 公鳴富貴 公雞 貌單 公鳴富貴 公鳴富貴 好了 我們見到這個大公雞 這是雞公 有官的 這是什麼 這是雞 雞 那不是公鳴雞 叫呼唱虎除 好嗎 那就好 呼唱虎除 雞的雞尾灑開 就叫做錦雞 錦雞和花一起 錦上天花 錦上天花 好 好了 那鴨 鴨有關事 因為 我們講的科舉 我今天坐在這裏 在錦雞 到五時 阿Sir 就行了 去到完成 考試 考試 合格叫做壽彩 第二年 去省城 考試 合格叫做舉人 第一名叫做解員 第三年 去到京城 考試 合格叫做共試 第一名叫做會員 這班共慈 接著就在皇帝面考過電視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叫做一甲 第一名叫做狀元 第二名 火眼 第三名呢 探化 第四名呢 就叫做二甲 第四名叫做二甲 十一 到以後那些呢 就叫三甲 你三甲不入 為甚麼呢 就是肥老了 好了 這些就叫做甲 所以甲 代表甲 意思 一個科就叫科甲 一個科舉 一個科甲 甲 好了 好了 我們見到幾個鴨 兩隻就是二甲 好了 如果我們今天去考試 今年去考試 秀才 趴時 接著去考舉人 又趴時 接著去考共慈 又趴時 接著去考晉時 又趴時 連中 每一科都連中 以甲連科 好嗎 好嗎 肥肥就等三年 陰宮 肥肥就等三年 那叫做二甲連科 好嗎 在那裡考上去 考上去 二甲連科 當我們考試合格 在皇帝面前 皇帝就會有一個典禮 這個典禮叫做 全奴大典 全奴 不信呢 這裏都見到一個奴偉 這就是二甲 全奴 我們有資格參加一個全奴大典 表示我們都是什麼 起碼都是合格 起碼都是進士 好嗎 好啊 好啊 這個就是公明二甲全奴 一甲全奴 或者我們 保鴨 穿年 穿在一起 連在一起的 保鴨穿年 這個鴨就代表 代表鴨 讀書 這個是香港大學的 香港大學都信這件事 你不要不信 每個人都想的 二甲棉 保鴨穿年都想的 這個 是不是很漂亮 我喜歡去這裏 這裏是錦田 去過什麼錦田 見過這間餐廳沒有 還沒有 你怎知道去哪裏 跟著你那裏 跟著你那裏 那裏真的大件事 都不認識的 鴨 一樣是 保鴨穿年 穿在一起 年年種的意思 因為水尾穿 水尾穿 講也不知道 但是帶你去 好了 是不是 保鴨穿年 保鴨穿年 對了 那記住一樣 鴨就是 沒有顏色的 沒有計的 有計的 還是什麼 鴨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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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一定是一對的 一生是一隻 只有一隻 只有一隻不在 它都走了 代表什麼 夫妻恩愛 鴨鴨汽水 鴨汽水 這些是什麼 這些是河花 或者叫做蓮花 河花下面有什麼 有個果實叫什麼 叫做蓮藕 因何有藕 跟著有什麼 有蓮蓬 跟著有什麼 有蓮子 即是說 一家人 兩夫婦 有個家 有配偶 有蓮子 一家人齊齊齊齊齊齊 好沒有 當然好 沒有心 這個 這些 有計仔 沒有計就對了 有計鴨鴨 懂鴨鴨 不懂兩樣 這個 這個就是鴨鴨 這個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好 或者彩色的 這些 都是鴨鴨 一對 一定是一對 經常見蝙蝠 蝙蝠 蝠就代表複到 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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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金錢在蝙蝠前面 這個就是複在眼前 複在眼前 複在眼前 這裡有多少蝙蝠 一隻 兩隻 這隻蝙蝠 很多蝙蝠 經常見蝙蝠 代表蝙蝠 蝙蝠 這個蝙蝠 剛才那個就是 錢 這個就是 起在眼前 一樣 這個蝙蝠 一樣是 這也是蝙蝠 蝙蝠 蝙蝠 整天見蝙蝠 這個金錢 以前不是這樣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蝙蝠 蝙蝠 蝙蝠不是蝙蝠 是蝙蝠蝠 蝙蝠 蝙蝠 蝙蝠是蝙蝠的利息 這個代表蝙蝠 這個錢代表蝙蝠 這個錢代表蝙蝠 拿手給他當 100元 給你90元 贖錢 185元 拿到你25元 還不是蝙蝠 就是這樣 蝙蝠 以前不是這樣的 以前這個圖案就是這樣的 錢在上面 蝙蝠在下面 這個哪裡 這個就是現在 我們拆了的 已經是 朗豪坊 那間蝙蝠 那間蝙蝠 那間蝙蝠就沒有了 那間蝙蝠在哪裡 去了魅利樓 那間蝙蝠 那間蝙蝠 這個呢 仍然存在的 就是元朗舊墟 盡元大壓的 錢在上面 鞙蝠下面 這個錢比蝙蝠的 是吧 另一個呢 一樣是 元朗舊墟有兩間蝙蝠 以前很興奉 蝙蝠 蝙蝠有兩間蝙蝠 很厲害的 這間蝙蝠是甚麼色 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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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蝙蝠 蝙蝠 好 甚麼是五福浪門 知道嗎 五福浪門 第一 仇 長壽 第二 富 有錢 第三 康寧 健康 安靜 不是家徒屋弊 第四 為富不是不仁 做了很多好事 又長壽又有錢 又一身健康 又很多人稱讚你 是一種好人 最後一件事 考忠明 老壽而終 即是走到百多歲 登盡猶夫 平平安 走去 能夠有錢 第一件長壽 長壽沒有錢是很慘的 好了 長壽有錢 但是沒有人理你 為甚麼 經常不健康 去老人院沒有人理你 是否很辛苦 好 有錢是經常被人罵的 為富不仁 剝削下這件事 是否不好 好 接著是很短命的 所有能夠得到五福 其實就是我們很輕易去這件事 所以我經常說 不要爛人家 不得好死 就是這個意思 很惡毒 這件事 這是五福 但我們記得哪五福 仇 富 康寧 柔好德 考宗明 是不是很難記 很簡單 五張紅紙也可以 那五張福在門口 是否很簡單 回去不用記 總之五張紅紙 為甚麼是白色呢 因為是裸的 應該是紅色 下次回家門口 連五張紅紙 沒有四張 五福爛門 可以了 或者我們更複雜 我們屋頂可以看到 這是蝙蝠 兩隻 三隻 四隻 是不是五隻 在屋頂就是五福爛門 好 或者我們這個門口 1,2,3,4,5 就是五隻 都是五福爛門 或者我們看看地下 這個是門口 1,2,3,4,5 是不是 五福爛門 這是哪裏 知道嗎 大城公園 去得多了 所以要單眼天 要看地 就是這個 五福爛門 好了 蝙蝠之外 最多一件就是起雀 起雀 很容易 長圓尾 起雀通常是在梅花上 起上眉梢 梅花尾 起上眉梢 這裏是眉梢 這裏是完美的 這個梅花 這裏起著 是不是很漂亮 很漂亮 好了 另外就是鶴 從書就代表長壽 鶴就代表長壽 這個叫從鶴下令 從鶴下令 這個 好了 鶴在舊社會 鶴就是我們穿那些清朝的明朝 那些官服上面有個寶寺 鶴就是一品文官 一品文官 好了 做官是想做一品 還要做當朝 為什麼呢 如果做一品官去新疆 好嗎 好 好過我 但是不是當朝 在皇帝身邊做大官 就好 所以做大官也是在皇帝身邊 當朝 這個就是一品當朝 有什麼意思呢 是這個 好了 這個呢 就是閒文也好 我經常說做這個可 這樣就不好 但是 好像這樣 有盤 不用做 有得吃 整班六個記 是不是好 是不是好 所以這個就叫做 閒文也好 是好事的 不可以 誰有心機閒文也好 誰有心機 這個就是閒文也好 閒文也好 閒文也好 就是我們可以有空閒時間 不用做 有得吃 三知己在這裏 擔天望地 好嗎 這個就是當時的人 一種的追求 很悠閒 這個就是… 閒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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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可相似 就是 鴨和煙氧分別有個計 可和露分別有個計 有個計 剛才我們說 考試 由瘦水一路一路 一路一路一路 一路種上去 就是一路連科 這個就是一路 這個就是年花 這個就是一路連科 就是一路上去 沒有阻礙的 這個就是一路連科 這個代表我們甚麼 代表我們那些功名 露 蟲 這些都是很多 全部都是很多好的東西 另外 鷹是少一點的 代表甚麼 鷹熊 鷹熊甚麼意思 這個鷹熊的意思 對了 這個核力榮堂 錦田 大書房 我們都見到一個鷹在這裏 一個鷹 少一點那麼多 一個鷹在這裏 這個就是居石頭公尺 鵪春很細隻 代表甚麼 鵪春代表安居個安 豬呢就是菊花 鵪春加菊花 是岸居 加拿過樹 就是岸居樂業 這個就少一些 這個 燕子 剛才講過 燕子 因為它是喜歡在民居下 做做鬥 如果我們去身界 見到燕子做鬥 我們不動它 為甚麼呢 因為不吵架 很和氣 很長和燕子才做鬥 這個一個 第二個 燕子做鬥他為甚麼 常常擅沖仔 或燕子仔 一個家庭很和目 像剛才我們所說的鴛一樣 所以鴛子就變成家庭木木的意思 鴛子很重要是交叉尾的 這個交叉尾的 鴛子交叉尾了 另一種我們不是那麼喜歡的 但在北方喜歡的就是有些蜘蛛 蜘蛛我們叫做喜子 喜子在眼前叫喜在眼前 如果喜子倒下來就叫做喜從天降 這意思是喜子 因為喜在眼前 色蜘蛛 色蜘蛛在普通話叫做國國 就是官的意思 兩個官 升官的意思 好了 又見到老鼠 但我們不看老鼠 看到這個蜘蛛 蜘蛛是甚麼清淨 平和的意思 這就是蜘蛛 好 魚 一條魚就叫做年年有魚 我們一度過年 一度過年 鱘蛛過年 鱘蛛到星期十五之後 永遠不會吃的 這就是代表年年年有魚的意思 一條魚 好了 兩條金魚 就不是年年有魚 就叫做金玉滿堂 鯘蛛 金玉滿堂 金魚就是金玉滿堂 這裏多少條金魚 一 二 三 四 五 五條金魚 這裏就是金玉滿堂 這裏是哪裏 重嶺鄧公池 這裏呢 這裏不是叫做年年有魚 我見到有艇家 有大的漁船 拿一個艇仔 拿一條大魚 代表年年大順 莽莽千斤 這裏呢 是吉澳 個個去過 不知道在哪裏來的 下次你們帶一條吉澳 就麻煩你找一下 找一下 在哪裏來 吉澳 是 好了 有魚 一樣有魚 記住 一條魚 鯉魚 甚麼魚都叫年年有魚 金魚都叫金玉滿堂 是啦 跟著啦 那這個呢 剛才我們見到的那裏就是 蛙的漏 這裏就是漁漏 上面有個空位落雨時 水就在那裏噴出來 但是噴出來 現在是一間廟來的 噴出來便留不到那些善信 這個就這樣 這裏有幾條魚呢 我們以前見到的 我們在酒樓 大家見到九魚圖 為什麼呢 因為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九 是九條 八條畫錯的 十條或多的 一定是九條 為什麼呢 這個出語詩經 當時有個大臣寫了奏章給皇帝 說皇帝的功德 如山如浮 如江如靈 如遷之章志 如之行 如日之星 如藍山之秀 如松伯之謀術 老如松伯 秀給藍山就出來了 九個愚 刷崖 刷頭靚 這個就說皇帝的功德 所以我們現在就說 我們都許命 我們都希望我們好似他這樣 如山如浮 加上那個壽土 佛守 石榴 就叫做三多九愚 記住 一定是九條 八條是畫錯的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壽比藍山 老如松伯 就在這裏來的 這裏 哇 像不像 全香港最靚的魚 最像的魚 什麼時候有空跟你走一趟 走上去大概是一個小時左右 下來是六個字 一上山很靚的金魚 很靚的金魚 像不像啊 好像啊 在哪裏 西貢 西貢 碉中洲 碉中洲 說你又知道 帶你去醫院 就是這樣 一定要適路上去 是了 那這些廉魚 這些很多很多 我看到有蝦 是了 有蝦 這些了 蝦代表彎彎順順 山山漫漫的意思 有蝦 有蝦了 好 蝦 接著到蝦了 剛才我們說的 我們上京考試 在皇帝面考試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就叫什麼 叫一甲 第四名 叫什麼 二甲 十一到以後 叫什麼 叫三甲 三甲不入就叫肥佬 這裏有多少蟹 蟹有甲的 所以蟹代表甲 鴨代表甲 蟹代表甲 這是三甲 這是什麼花 這是爐花 三甲 傳爐 這麼意思 加上蝦 很多 好 希望我才說讀書 能夠入甲 但怕他不行 我找兩位官放著他 放著他 希望小朋友可以考到甲 還不行 就是這個 這個甲 這個三甲 我看到有蟹、魚、蟹 很多 有蘆蟻 甚麼都齊了 魚、蟹 金錢、葫蘆街、葫蘆蟹 這個都希望 因為這間是大國流光堂 它是一間書室 希望我才能夠有甲 有魚、蟹、蟹 又希望入甲 讀書名成尼酒 是吧 請示範 這間的心 是 是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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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